喂,你好,我这边是新年宠物店 你哪位啊 之前跟你聊过,谢谢您家的我配种 什么配种啊,说得那么难听 咱们的叫相亲 现在都把宠物当小孩养的 正好明天我有时间 到时候见吧 喂 喂,奶奶 我都听了你的话,我来相亲了 这些细节你就不要慌了,拜拜 您好 你就是昨天谈好的那个吧 我时间保贵,你快点吧 好的 您那边的基础资料,我已经看过了 我觉得很合适 您那边觉得也没问题的话 今晚我们就安排洞房吧 这么快 你都不需要先培养看感情的吗 当然不用 早洞房,早怀孕嘛 现在的女生都这么直接的吗 对了 你打算生几个 我打算生 六个够吗 六个 虽然我也不是养不起 但生六个,她不累吗 你放心,我不会白借你的种 生完之后会免费送你一个 送我一个 那其他的呢 当然是每月之后卖掉了 外了 我都想好了 生完之后,我们就去腌掉 这样对身体好,还免得到处发气 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事情 变态 妈,你给我介绍了什么东西 不是说配总的事吗 干嘛打冷啊 好像 变错人了 那个 那个 做错了 我去帮你把她追回来 等等 我知道 既然 你搅黄了我的相亲局 那就 自己顶上吧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都是你 带着这个小家人 嫁到我们家 吃老吃的 喝老吃的 老子的财运都被你俩坏套了 老子跟你说话呢 你屁眼了是吗 薇薇 你信不信我看你家报 薇薇,你没事吧 是我同学了 是姐对不起 姐对不起 干嘛 你这是觉得我的工作很低贱吗 没有 我 我 我倒是不在意这个 那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姜薇 25岁 跟朋友合伙 开了一家宠物店 刚才你已经知道了 收入呢 不算高 但是能养活自己 你这是 愿意跟我 相亲了呗 我还以为 如果你是有钱人 我反而不愿意跟你相处 因为我觉得婚姻的本质本来就是门刀户队 我就想找一个跟我条件差不多的 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好 我一次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顾少成 三十岁 普通上班族 刚买房 带步车 工资 刚好过养家 顾先生 你好 你介不介意我们先发正领吗 如果结婚了 我是不是就不会累累姐姐了 我愿意 这么爽快 婚姻可不是二谢 你考虑好了 绝不后悔 合作愉快 对了 你的 收好吧 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 那我能住到你家去吗 结婚了吗 提供住处是我的义务 没有问题 谢谢啊 顾先生 住址 还有加买钥匙 是算 房子还没准备 地址 还有钥匙 我晚点给你 那我去工作了 收 收 我居然 和一个刚认识的男人上回了 沙姐好 顾总 您之前吩咐的监工合同已经全部启动了 继续跟着就好 是 对了 帮我准备一套普通的民营住宅 要能立刻入住的 是 不过顾绍 您怎么还穿着之前去工地勘查的衣服 临时有事情 知道了 接着派人给您送一套过来 接着派人 卫卫 你怎么回来了 今天不开店呀 今天店里不忙 我 我那小外甥呢 还睡着呢 要不然这家里哪能这么清静 威威 你姐夫她不是想赶你走 她就是工作压力大 她工作压力大 你生活里什么不适合她 她还不给你好脸色 她上班吗 那你在家操持家务 带孩子还要伺候的人 难道你就不累吗 威威 孩子还小 一个家庭总是要相互理解的 对不起 阿姐 都是无脱雷 说什么呢 威威 咱父母走得早 姐就是你的依靠 姐 今天我回来 其实是来收拾东西的 我要搬出去了 因为我结婚了 什么 你结婚了 威威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连男朋友都没有吗 姐 其实我早就谈恋爱了 她叫顾少成 之前因为她工作忙 所以我偷偷谈 没告诉你 那这也太突然了 你了解她人品吗 万一她 姐 她人很好 对我也好 你就不要担心我 威威 姐跟你姐夫说过了 给你交伙食费的 你不用着急 不是因为这个 姐 你看 这是我新家的地址 明月花园 好像离你宠物店挺近的 对啊 也好 搬出去也方便 我一定想到 我一定想到 这 这是陆少成家 不可能 我没在厕所吧 怎么啥也没有 这房子空荡的 不过没关系 以后再往里面安置一些家质 这儿就是我自己的家了 这房子是故障省的 如果还是那种人家不家好 如果收拾收拾 应该挺好的 喂 小颜 我马上来店里 什么 你结婚了 江北 你还真是闷声干大事啊 这么刺激的吗 我说你这大嫂门的习惯 能不能改改 就这个事吧 说来话长 但总结下来 就是我结婚了 而且准备搬出去 跟我老公一块儿去 你要是真想找个人结婚 让江林姐放心 你可以找我堂哥呀 再怎么 也好过你嫁给一个陌生人 我跟顾先生确实不太熟 但是我敢断定 他这个人人品不错 而且 我不也只是找个人搭过过过过日子吗 婚姻不是儿戏 你怎么能随便都找个人结婚呢 我知道 所以 你一定要替我报名 喂喂 我听说 晚辰首富也辛苦 该不会 他就是你结婚的那位吧 哎呦 小说看多了吧 成天白日作梦 我家那位 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和不敢碰死那首富 要是有点战亲戴故的关系也好吗 毕竟都辛苦 得了吧 我可没有那结交权贵的能力 我呢 就是安安稳稳 踏踏实实的过好的一个小日子 哦 哦什么 把那边狗粮拼了去 哦哦 嗯 哦 顾先生 顾先生 这么晚还没回来了 你那儿就送公司了吧 大上爷 那今晚是回别墅 还是回您的老宅啊 去明远花园 记得 把新买的代步车开过去 哦 我知道了 这不是我的鞋吗 是给放外面吧 指纹验证失败 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sorry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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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睡觉 顾先生 不好意思 顾先生 每天请 这就是闪婚后遗症吧 住进老公的新房 却完全不记得自己多了个老公 顾先生 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今晚要回来 所以我才把你的图鞋放在门口 我想这门口有男人的东西 打脱看到了之后 还得再点亮点亮 你 真的对不起顾先生 我打过电话了 没有人接 我在敲门的 那 那个 我晚上睡觉都关机了 以后如果我要出差的话 会天天告诉你 如果我没有说 我就一定回家 房子是你的 你是老大 知道了 胡先生 你饿吗 要不要吃宵夜 我从不吃宵夜 会长胖的 怪不得你身材 原来工作那么忙 还能坚持锻炼 嗯 自己管了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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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睡觉 我 我 我再看一眼 什么 你都带来的 那人 怎么不听孝顺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我还不在习惯家里 多一个人 以后注意 你没吃的 胡先生 我给你出去 带来早饭 你要吃吗 啊 你不会做吧 那我先保姆吧 我当然会 而且厨艺一流 但有句话 叫巧妇难为 五米之锤 你家厨房 比你脸都干净 要不要吃 买都买了 就是不吃 不就浪费了 等新的厨具到了 就不用难为 你再吃路边汤了 啊 对了 胡先生 家里的布置 能不能交给我啊 既然我们结婚了 那这里也是你的家 你想怎么布置都可以 但是 千万不要动我的房间 啊 行 哎 对了 这张卡里的钱 给你当家用 这是 我以后 以后我每个月的工资 都会打理你 不行 我不要你的钱 这房子是你买的 那其他的花销 就应该由我来出 既然我们结婚了 那我就要负起一个男人责任 你放心 我养得起你 好 那 这钱我就先收着 以后如果有大的开销 我会跟你商量 没有问题 拜拜 顾先生 啊 怎么 怎么了 那个 院子里没有晾衣杆 衣服没地方晾 好 派人来装 还有 我想在院子里种一些花花草草 把它弄成一个小花园 你觉得怎么样 这些我都不知很懂 你随便付着就好了 嗯 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 我开始采购 好 那我就 滚 稍息 我那那个我 谢谢顾先生 喂 顾总公司工地临舍举会项目 需要您在场 好 马上过来 姜薇 啊 晚上我还有事情 会晚这么一点点回来 好 那你路上小心啊 哦 我明白 我不会再送门了 那我 走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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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这两天怎么样 她没再跟你闹着AA了吧 你姐夫你还不知道吗 她还是坚持了AA 说我不工作 我不懂得她的辛苦 你带孩子就不累吗 她车眼也太爽飘了 好了 别担心我了 快去上班吧 有空和妹夫回来吃饭啊 知道了姐 那我去上班 好 拜拜 这下班了 少爷 是大松奶奶转的 对不起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碰瓷的 你要多少钱我一定赔给你 快走 别人害你我 不用你赔 你赶紧走吧 嗯 他等你退下 去吧 现在有情人还蛮好的 车厂上这样也不让我来 你怎么了 薇薇 我今天在上班路上挂挂了一辆保时捷 什么 薇薇 你没事吧 我我我没事 但说起来真奇怪 那保时捷车主没问我要赔偿 哦 我当时计算晚了 我要大出血了 你今天车要好多歉 保时捷嘛 咱们晚成也不是没有 你看清车上的人长什么样子了吗 是不是像小说历史的那样 总裁 帅哥 还未婚 窗户声 我怎么能看见呢 哎呀 你说小说里编辑都是 咱们怎么就遇不到呢 因为小说里都是骗人的 在现实里 都是秃脏 大秃 中年男 大事 公子 顾娥 需要把你头发带送给温度吗 不用了 今天的文件呢 end 对 那我先下去 去吧 奇怪 头顶怎么冷嗖嗖的 没有脱发呀 对对的薇薇 你晚上有空吗 今天晚上 跟我去参加一场 寿流社会的宴会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那可不是我能混的圈子 还不是我妈 非要叫我去 怎么阿姨又最混了 也不知道我妈到底怎么想的 你说我一个人 过得潇洒又自在的 她非得让我像我姑妈那样 嫁入豪门台 哎呀去吗 听我妈说 今天晚上 会有很多晚成的商界大佬 富二代 你忘了 我是已婚夫女的 没事呀 再说了 宴会上有很多好吃的 咱们俩又不是奔着男人去的 求求你了 哎呀 别辣了 别辣了 行行行 我陪你去 陪你去 哎呀 未未最好了 到时候 咱们俩就一起吃好吃的 未未 宴会马上开始了 咱们赶紧进去吧 好 来来来来 原本还担心小妍带姜薇来会被抢了风头 没想到这丫头这么懂谁 妈 你待会儿进去啊 就多看少说话 诺丁山大酒店呢 是首富家众多酒店之一 他们家男儿们呢 今天晚上有可能会露面 你要是能得到他们家少爷们的青睐 那真是我们沈家天大的福气了 姑妈 我就不做那些白日梦了 顾家虽然是首富 但他们家门槛一点都不高 只要是人品好 得到他们家男儿们的喜欢 他们的长辈一定会很开明的 你呀 多看着他点 别就知道只顾着吃 放心吧 姑妈 我姑妈 她非要让我去首富家里搭话 我几斤几两 她还不知道吗 简直是赶鸭子上架 好啦 哎 未未 这个好香呀 你尝尝 你尝尝 尝尝 真好吃 那边发生什么了 怎么大家都到那边看 我也不知道 谁呀 你是 你好 我是顾哨 郑总 好久不见 顾总 人都走了也好 没人跟我们抢食物了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了 晚饭 哎 未未 我也想去看看 吃饭吃饭 我走了 郑总 幸会 顾上 好像是夫人 她怎么会在这儿 别让她看到我 另外 还有人留意夫人行走 是 我们 医者 不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后面 不问出来来了吗 是顾绍 可惜没见她的本人 据说顾绍很排斥女人的接近 看到那一堆保镖了吗 那些可不是拦坏人的 是拦女人的 哎 薇薇 你赏婚老公不也辛苦吗 他们俩真的没有关系 一言天小说看多了吧 这天底下 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 就更别说只是同姓了 我老公啊 就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 而且他开着车就十二三万 首富能开着车吗 也是哈 姜伟姐 东生 姜伟姐 东生 好啊 陈东生 越来越没规矩了 都不喊姐了 了解 哎呦 东生 这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 我刚认识你那会儿 你还是个猫头小子呢 我都大学毕业了 姜伟姐 那岂不是该带个女朋友回家了 好了 小燕 东生她才二十一岁 先立业再成家 也不止 不着急不着急 姜伟姐 你要不要喝点酒 不用了 我不喝酒 可别给我们喝酒啊 影片明天得开张呢 对 说到这儿 我跟小燕该回去了 那我送你们回去吧 走吧 副总 这是大片奶奶今晚 所有的行动伪及和交谈对象 这个女人 吃东西跟仓属的似的 那您今晚是回老宅还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儿哪儿能呢 谁还没有个少女梦 我也做过跟白马王子一见就近 成为豪门阔态的美梦 可惜美梦是美梦 现实是现实 不过话说回来 你说顾大少也不结婚是不是 因为他喜欢男人 我 我 多花你自己的日子 伤害别人 吃个瓶火这么大火气 喂 老公 你刚才干什么了 怎么一下子花了两千多 这不是要入秋了吗 我给薇薇和咱儿子买了点东西 所以就 什么 你还给姜薇买东西 你是不是钱多了 没地方花呀 不是 他不是要结婚了吗 我不管啊 反正生活费都是AA制 你要是提前自己用光了 就自己想帮他补上 喂 喂 周族长 谁又惹你不高兴呢 还不就是家里那个黄脸婆 和那个脱油瓶妹妹 妈的 当初就不该放了 为了这钱 你把小姨子给卖了 你的心真够狠的 天天吃老子的喝老子的 拿他挣点钱怎么办 听说今天来的不少做生意的 也不知道是哪个金主来疼他 不管哪家老总看上他 都是他福气 对不起先生 我不小心把您的车给刮了 没事 呃 留个电话吧 到时候保险公司就给你打电话了 嗯 这是我姓名和电话 我一定不会逃避责任的 行 没什么事 嗯 到时候保险公司会主动联系你 好 谢谢啊 注意安全 顾总 怎么了 顾总 没事儿 车刚才让一个女人给刮了 放心吧 股东大会我肯定不会迟到 好吧 那我走了 一会儿见啊 喂姐 什么 你先别担心 我马上过来 姜林姐怎么了 我姐太出事了 我现在必须马上过去一趟 呜 我就知道你是个祸害 你是要把老子的钱全赔光了 你才高兴吗 姐 姐都没事吧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我懒得管你 你自己闯的祸 你自己赔去 姐 发生什么了 喂喂 我昨天 我不小心关花了一辆车 我回来听你姐夫说什么 叫马沙拉蒂 我这又没有工作 我私房钱哪够赔啊 姐 人没事就好 别担心啊 以前有我了 你们先看看车主那边怎么说 回来了 姜辉 啊 是有什么事儿呢 哦 是我姐 她从农猫市场回去的路上 装了一辆车 人没事吧 人没事儿 就把人车给蹭花了 人没事就好 车蹭个气没有多少钱 那不是一般的车 我回去之后 我姐才跟我说那是一辆 马沙拉蒂 那车肯定不便宜 农猫市场附近 马沙拉蒂 难道是 这次人没事也算是万事 就当掌控教训 不过说起来 我之前也蹭过一辆好车 但那车主也挺奇怪的 他当时没跟我追击 直接就让我走了 人还蛮好的 这算是好人看吗 你累了吧 早点休息吧 你就别丧心吧 去睡了 晚安 晚安 喂 向琴 今天测你车的人 可能是我老 老朋友的姐姐 还是在担心你姐的事呢 顾先生 他蹭的那个车的车主啊 正好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 我下午见了这位路总 他说走保险就可以 只需要赔一万左右 真的吗 嗯 怎么会这么巧啊 车前你看了吗 你看了 得送回国外原产地去补妻去 估计得要个二三十万吧 但既然是顾少认识的朋友啊 那些点钱 你用不着要了 若是这样 姜薇会不会怀疑我的身份 哎不用 您安排个半把 当紧紧吧 剩下的我给 也好 哎 就是那么巧 我下午碰到她 她顺便提了一嘴 我就问了一句 她说那个女人叫江灵对吧 对对对对 我姐就叫江灵 如果真的是这样做太好了 我姐还一直担心维修费用太高 估计她急的一晚没睡呢 告诉她不用担心 她 我姐 喂喂 喂姐 你说这不巧了吗 你凑那车的车主 就是我老公公司的客户 她打听了一下 这次只要赔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 今天早上陆先生给我发信息了 说只要赔九千块钱 谢谢你 薇薇 没想到还是妹夫帮了大忙 那你还有钱吗 九千块钱还是有的 之前幸好听了你的话 每个月攒了一部分 这次呢就当花钱买个记性吧 那就好 行 我跟你聊了啊 拜拜姐 顾先生 谢谢你 哎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巧了 这两天我刚好在休假 你看一看 家里有没有什么需要添置的 告诉我 我去买 既然顾先生这么积极的话 我就不拒绝了 别拒绝 说 让我想想啊 之前说的要一个晾衣干 晾衣干 哎呀 还让我厨房进去 对了 你再陪我去套花市呗 我想在院子里种些花花草草 把院子做成一个小花园 好 我先拿钥匙 原来有人帮着解决事情 是这样的感觉 而且顾先生好像也没有看起来那么冷漠 到了 到了 就是这儿了 这里有好多好漂亮的花草品种 每次一来 我都恨不得把这里搬空 你要是喜欢 整条街都买了 也不是不可以 就怕家里唇部掏空也买不起 而且你挣的钱 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好漂亮啊 我两只眼睛都看不过来了 小心 看个花连路也不看吧 有顾先生在 我就是闭着眼 我都敢走 进去看看吧 哦 这些花都好漂亮啊 顾先生 这几棚花怎么样 这几棚花怎么样 我不是很懂 你决定就好了 你是金主妈 不然得先问你的意见 就是不知道他们贵不贵啊 就是不知道他们贵不贵啊 几棚花我还是买得起的 随便挑 爸爸呀 啊 啊 啊 不我我的意思是说金主爸爸 二位 啊 啊 嗯 要什么花呀 菊花 菊花 菊花好痒 啊 我这是做梦都没想到 我居然有梦想成真那一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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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笑得出来 看你刚才那个样子 真的很搞笑吗 啊 啊 你笑啊 怎么 笑不出来了 放你一马 这脑子一天天的 想什么呢 抱歉奶奶 这段时间我太忙了 臭小子 你是不是不把奶奶放在眼里 都这么多天了 还不把孙媳妇带来 给奶奶见一见 周六吧 这都你个小陈 来家里吃个饭 好 奶奶一定准时到 这下 奶奶可算能见到我的孙媳妇喽 嘿嘿嘿嘿 对了奶奶 结婚的时候 我紧瞒了自己故障的身份 你个小陈 千万别说漏了 什么 你 奶奶 你答应过我的 婚后的生活你不插手的 你不许搬回 好好好 奶奶都听你的啊 好吧 老挂了 拜拜 奶奶 我哥这儿进入中年叛逆期了吗 闪婚不说还玩起已婚了 唉 你哥啊 自从被人算计 对女人一直有抗拒的心理 现在好不容易愿意和女孩子接触 只要男女孩人平好 奶奶我就满意了 奶奶说的对 奶奶你放心好了 我哥亲喜欢嫂子 怎么也不会太差的 嗯 到时你去了 别把你哥给卖了哦 记住啊 好的奶奶 少姑奶奶的电话 嗯 奶奶说什么了 咱们结婚也有一段时间了 周六我想去奶奶和小陈 来咱们吃个饭 这倒是我考虑的不周转了 我早应该过去东门拜访吧 是我一直没有安排 跟你没有关系 这段时间我还得出个差 周六上午我尽快回来 您还心去吧 家里有我呢 哼 对了 顾先生 我能不能把我姐也交上 她是我唯一的家人 当然可以了 那我提前通知她 那我就先出去了 姐姐夫 来来来快坐 姐 我又给杨姚买了些玩具 哎呀 薇薇 你又破费这些干啥呀 你上次买的那些玩具 还没拆封呢 没事 杨姚呢 她这不是快上学了吗 所以她爷爷奶奶 就想趁着她没上学 都带她玩玩 对了姐 周末我邀请了 顾少成的家人来家里吃饭 你和姐夫一起呗 薇薇 妹夫帮了我那么大的忙 我肯定是得去的 就是你姐夫她工作太忙了 谁说我没时间的 咱妹妹都亲自来请了 那肯定要去啊 我就要看看是什么人 居然要这么一个魄 放心吧 姐夫一定去给你撑场子 咱们是一家人嘛 那我有点事 我先出去了啊 姐 什么意思 哎呀 你姐夫还说胡话 又不是不知道 别理她 薇薇 姐和你姐夫是你的家人 我们肯定给你撑药 嗯 那我先走了 周末去 isa 你 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 我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吗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吗 这个点儿都还没休息 我还是别纳这些小事翻纳了 顾先生 怎么做噩梦了 怎么还吓哭了呀 谁被吓哭了 只是我记不清我梦到手 记不清这不是挺好吗 如果你还害怕的话 那电话就一直通知吧 等你睡了我自己挂 这怎么跟偶像剧一样 我知道顾先生忙 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我是你老公啊 不打扰我 你要打扰别人吗 是是是 但我这不担心你出差睡眠质量不好吗 刚才听了你声音 现在感觉好多了 那你就早点睡吧 明天就是周六了 我会尽早回家的 晚安顾先生 以后就叫我上丑吧 叫顾先生 感觉像跟客户谈生意一样 顾 烧成 好吧 晚安 你以前怎么没发现 顾先生终于有嘴滑舌 终于在这儿了 威威 姐呀 看你过得这么好 姐姐高兴 喂 顾先生 您快到了吗 抱歉 威威 我的航班延误了 可能要晚一点回去 没关系 反正我饭也已经做好了 顾奶奶和弟弟应该马上就到 不着急 以后再找机会见面就是 好吧 辛苦你了 我会尽快的 怎么了 妹夫工作上有事啊 嗯 她有事 暂时来不了了 咱妹夫也是个大忙人啊 也不知道忙几个亿的项目 连姐姐姐夫这种家长 都不放在心上 是啊 我们家绍成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的 而且今天也确实是因为 有事来不了 没事的 反正是一家人嘛 见面吃点没啥的 回去开门 您就是顾奶奶吧 你就是我的孙媳妇吧 嫂子好 我叫顾艺诚 家里老二 叫小陈你好 小陈你好 出事到呢 这是我和奶奶的小心意 你们不用这么隆重呢 顾奶奶 太客气了 奶奶 嫂子看得傻乎乎的 你啊 该改口叫我奶奶了 奶奶 李温姐 顾奶奶 我是薇薇姐姐叫江灵 这位是我先生姓周 奶奶 我是姜薇的姐夫 以后我们家姜薇啊 就正式的交给你们家了 还希望善待我们家薇薇啊 姜薇啊 是个好孩子 我相信 她不管到哪儿 都是非常受人喜爱的 对对 说的对 奶奶 少陈来电话了 她说航班延误 咱就先不等她了 去尝尝我的手里 哦 好 有你这份心意 奶奶 就好高兴啊 奶奶 上楼吧 好好 走 走 哇 好香啊 我哥可有福了 我们尝尝薇薇的舍意 味道真不错啊 奶奶 您能尝一尝 哎 好 奶奶啊 我们家薇薇 就这么仓促的嫁人 我们呢 舍不得 但是呢 当初要是没有我呀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吓上的 奶奶 我给你盛套 好 说着是 等少陈回来 我一定让她登门拜谢 那倒也不用这么麻烦 只是 我这个做姐夫的心肠妹妹 就这么嫁到了你们家 邻居说起来 连个彩礼都没有 我们家 对婚姻向来很看重 一定不会亏待了 我也会 奶奶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既然亲家奶奶说要感谢 要不就把这个彩礼钱赞交给我 我替妹妹保管着 那 你们说 多少合适 不多 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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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超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今天大家就一起吃个饭 你说这些干嘛 怎么了 这么些年住我们家 不花钱呢 不认账了 张伟 威威 威威不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家 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但是 该有的领数 还是不会少的 今天 咱们先高高兴兴的吃顿饭 啊 威威 吃饭 我也是担心 威威受委屈嘛 哈哈哈 吃饭 吃饭 威威 你的厨艺真不错 以后奶奶 可有口福了 姑姑呀 受传这孩子 不顾家 奶奶 我理解的 都是为了家里嘛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但是 有时候也要学会不讲理哦 太懂事的孩子 没糖吃 这狱主 是我们的传家宝 记载 我把他赠给你了 不奶奶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养 这是奶奶的一点心意 你要是不要 就看不起我老太婆了 那谢谢奶奶 但我会好好保管她的 好好好 现在这个时间 少成她差不多也快到了 奶奶你要不要再等等她 奶奶家里 还有很多活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以后 常来打了你吧 我怎么会嫌弃呢 好 我很喜欢奶奶 嫂子 我就先送奶奶回去了 她天天玩花花草草的 工作量比我们还大呢 那路上注意安全 过奶奶奶慢走 走了 走了 你干什么呢 紧张什么呀 姐夫就是随便看看 周常伟 没有得到主人允许 就进入别人家的私密区域 这不太好吧 行啊 现在结了婚了 质膀也硬了 连姐夫都不放在眼里了 我就知道 你和你姐一样 未不熟的白眼狼 周常伟 我今天算给你面子 我不想在我姐面前跟你吵 老子的身份 需要你这种破鞋给我面子 我觉得你以前 就算不讲道理 还有点素质 但现在看来这点素质也没了 说话这么上不得太面 还有更厉害的 我会让你哭着求我 你什么意思 住得起学区大平层 还认识开马沙拉地的老板 你老公不像是缺这点钱的人 外面请 葳葳 姐把厨房收拾好了啊 好 那顺杀交给我就行 你先回去吧 那姐和你姐夫先回去了啊 好 江伟 这位是 顾先生 那是我姐和姐夫 这是我老公顾少长 哦 你是妹夫呀 我是姐夫周常伟 你好 我是薇薇他姐江灵 上次的事情真的感谢你了 应该的 姐姐夫 不好意思 说着的不周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 咱们下次再去 好嘞 慢走 吃饭了吗 我去给你热点菜 不用 你是不是不太开心 奶奶他们说了什么吗 不是 奶奶和小城都很好 我是因为那些其他的事情 我没事的 蒋卫 不 我们结婚了 就是夫妻了 我希望你不管你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能依靠我 顾先生 你别忘了 我们结婚 只是应付家人而已 原来 你是这么想的 好 我知道了 对不起 顾先生 我只是不希望你被周常伟那个无赖缠上 东西呢 这个你先给我 这几张照片 视频呢 当初你拿到钱就跑了 就这几张 还是我想办的设法找到的 不过我听说 那几个老板 进错的房间 后面 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拿来吓唬那个女人嘴够了 小剑驴蹄子 不是翅膀硬了吗 老子要让你知道 是把老子的厉害 薇薇 你吓死我了 还不是看你怪怪的 我担心你吗 你这天都怎么了 怎么总是一副新生命的样子 难道和你家顾先生闹矛盾了 你别扑鼠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 最近都说了 要不我陪你去看看医生 哪有那么夸张啊 别担心 那你就先好好休息吧 有什么活 我就帮你一起做了 嗯 我这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哎 薇薇 你去哪儿啊 我出去一趟 那不是大少奶奶吗 她怎么神色看起来慌慌张张的 我有事 先去跟大少爷说话 少爷 刚刚大少奶奶过去了 她的神色看起来很紧张 我看到了 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你别忘了 我们结婚 只是一副家人而已 不用 行程照旧 是 你怎么会有这种照片 现在不用担心这个 你赶紧想办法 怎么让这些图片 赶紧消失 周常委 你做这种污蔑人的龌龊事 就不怕我姐和杨阳知道吗 跟你的这些事相比 我这个小巫见大巫啊 还有 别跟我提你姐那个黄脸婆 我嫌她个恶心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不都知道了吗 你想要那五十万彩礼 你想要那五十万彩礼 反应挺快 你还惦记着那笔钱 嗯 话不能这么说 这些年你在我家又吃又住的 这笔钱就相当于算上利息 一块还我了呗 还 这些年不仅我 就连我姐这种家庭主妇 都被你逼着跟她AA吃 先不说顾少诚 这笔钱 就算是我自己宰的嫁妆 我也一毛都不会给你 做过去 这张呢 呵呵呵 别以为找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男人结了婚 以前的事就没发生过 不知道 妹夫知道你是这种不干净的女人 她会怎么想 还有你姐和你侄子 你忍心让他们俩因为你被人指指点点吗 你真恶心 你真恶心 就为了这点钱 连自己的欺儿都能做仇吗 这点钱确实不值得 所以我现在要两倍的价钱 你欺人太甚 谁让你先梦中无人的 我就是要错掉你的锐气 别以为结了婚我就拿你没办法 再怎么逃 我也是你的亲姐夫呀 妹妹 怎么样 知道我的厉害了吗 你之前的嚣张气焰呢 又这样 不如 陪你姐夫好好玩 混蛋 等我玩腻了 我就当全没发生过 照片嘛 等你把彩礼打到我的账户上 我一账不留 怎么样 考虑考虑 你姐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总得想想她吧 你姐那么胆小怕事 你就忍心让她为了你 被人戳几两股吗 老师 哦 妹夫怎么来了 上车 呦 是妹夫呀 这是什么意思啊 解和解释一下 我 我没问你 你来说 奇怪 江灵说过 她就是一个臭打工的 我为什么会觉得有压迫感呢 一定是错觉 对 啊 妹夫来得正好 姜薇她 哎 既然你自己来了 就自己看吧 这事说出去还真没脸见人了 我身为江薇的姐夫 她做出这种不守复道的措施 我也有责任 你什么意思 你胡说 我真的不知道这招片是哪来的 贱人 哪个男人知道自己取了个破鞋还能忍的 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等着被男人甩了 一无所有吧 郭长城 明明知道希望缅吗 为什么我还是希望你能相信我 江灵是我老婆 她的为人我很清楚 不需要你来转告 你没听明白我说什么吗 她就是个破鞋 你够了 我叫你姐夫 是因为尊重我老婆的家人 不该说的话 我应回去 走吧老婆 回家 莎莎 莎莎 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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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这个信过得明明身份普通 我怎么会触过她 难不成 她要首富顾家 真有什么关系 不可能 她要真和顾家有关系 怎么可能和姜薇这种 平平哭出来的女人结婚呢 看着吧 我一定会让你们为今天后悔的 你为今天后悔的 护士 我老婆怎么样了 病人没什么大样 只是情绪急动导致暂事性昏迷 谢谢护士 喂 帮我查一个人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我没事 这头有点晕 护士说了 你太累了 需要好好休息了 那些照片 这件事情 你不用管了 我派人去查了 你放心吧 伤害你的人 一定会付出代价 可如果那些照片是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当时发生什么 我记不清了 可是周长伟 他说的就是 言之糟糟 我相信你 你不是乱 我上车 你为什么这么相信 你一直帮我说话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 因为我是你老公啊 如果连我都不相信你的话 那我岂不是更需要好好反思反思了 可是当初我们是因为 好了 现在你什么都不需要想 现在你什么都不需要想 只需要好好地休息 好吗 吴伟 吴伟 奶奶 你身体怎么了 怎么就住院了 奶奶 您是怎么知道我住院 我正想着去你家 然后跟小陈打个电话 说你生病住院了 奶奶 我都说了 您不用多跑一趟 您这一来 将来还得担心您身体 我身体好着呢 不用你们担心 哎 臭小子 是不是你欺负巍巍了 奶奶 是是是 是我把她的身体给气坏了 臭小子 奶奶好不容易有这么个乖孙媳妇 你要是不好好爱护她 奶奶 绕不了你 奶奶 我不是您趁话被送的吧 微微啊 奶奶这几天想住你们家 可以吗 这 奶奶 我和少陈都要上班 您一个人在家 我怕没人照顾你 你身子续成这样啊 你还要上班 是啊 你身体不好 就在家多休息几天 就当陪我老太婆 说说话 是不是 谢谢奶奶年纪大了 不好伺候 不是的 奶奶 那 只要您别行 我俩家里乱就行 这才乖嘛 好了 奶奶 我送您回家取行李吧 嗯 江伟 你好好休息 晚点我来接你 嗯 好好休息啊 奶奶走吧 走吧 奶奶 慢点 奶奶 这段时间我还要出差 您跟江薇 怎么 你还怕我欺负你老婆不成 怎么会啊 你放心 你工作忙 我以为这两天身体不好 我陪着他 也好有个照应 奶奶 你可别忘了 你答应过我的 婚后的生活 您不许插手 奶奶一半年纪了 难道 还会跟自己的孙子 撒谎不成 我说你们年轻人 工作那么拼干嘛 都把我的孙媳妇 给累坏了 江薇做出这种 不受复道的错事 他就是个破鞋 总裁 这是您要吃的 查到周常委 最近有一笔 现金之处不明 可能是给他照片的人有关 不过那个人善于躲藏 最近还没有找到 不过听街坊邻居们说 说是 说什么 说大少奶奶四年前曾一夜未归 她姐姐将临找了一夜 后来人是回来了 不过就好像失忆了一样 你胡说 我真的不知道这照片是哪来的 那接下来 派人观察周常委的行动 看看他会和什么就协议人员接触 灵魂 千万别拉着精神 是 你回来了 厨房里还有饭菜 我去给人热一下 好吧 辛苦了 臭小子 一回来就当甩手的招贵 这给我又帮忙去 是 知道了 每位 我还不饿 别忙 胡先生 照片那是 我来呢 就是来说这个事的 别担心 照片是假的 合成的 你姐夫 是为了让你害怕 让你打给她的条件 没错 帐篇不是真的 你别放心了 所以 周常委 你想 我姐和我姐夫 在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时候他寻慕 会爱我姐一辈子 他还愿意让我姐 带着我一起生活 确实 在生下园子之前 他确实都做的 当时对于无依无侃的 我和我姐来说 已经是极大的恩情 谁知道 那你大孙 怎么跟你姐说 我姐有了杨阳之后 就变得更加的人气吞声 有时候受了周常委欺负 她也不离婚 是因为她不想杨阳 从小就没有爸爸 那周常委就这么算了 那我还能怎么办 我姐为我牺牲了态度 而她最大的仰 就是让杨阳 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这次既然没有造成 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我想了就算了 反正周常委 对杨阳 还是好得没话说 好吧 明白 可既然知道了你姐夫 是什么样的人 让你姐 还是注意点吧 我姐她又不是傻子 一个男人结婚前和结婚后的差距 整边人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是女人 在婚姻里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杨阳还小 我姐又早早被家庭抛弃而适宜 事到无间 这一切也只能打碎牙 往肚子里面 卫卫 你放心 在婚姻里 我永远不会让你变得如此尴尬 我说周常伟呢 所以你没说什么 对了 顾先生 那天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 啊 那天正好在附近见一个客户 就看到你们了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的话 你被欺负的事 永远不会告诉我吧 对不起啊顾先生 我就是一个人习惯 也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寻求帮助 江伟 我说了很多次了 既然我们结婚了 你就可以无条件的卸任我 不管任何时候 你都不再是一个人 顾先生 谢谢 如果你要想谢我的话 那 也帮我一个忙吧 顾先生你说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不退位 晚上跟我说一件吧 哦 我奶奶这么精明 他如果看到我们来分房睡的话 他一定会起义一些 到时候 麻烦都会不上 原来是这事 我就说吧 他正偷看我们呢 真是一个不让人伤心的老太太 哎呀 我好不容易帮你干个活 你还嫌弃我了 对对对 我这不怕你累着吗 你只要陪花奶奶就好了 行吧 那我去了啊 啊 你刚才一本正经的样子 还蛮可爱的嘞 什么奇怪的形容 我可是一个成熟男人 哪里可 乖孙 你陪奶奶看电视呢 奶奶 您就可着劲编排我了 我能说啥 我就说 我的孙子 相貌好 人品好 性子好 您这说的我都信了吗 真是拿你没办法 睡觉去了 臭小子 就你这叠导航 想封足奶奶的嘴 我要是不出手 怕你这棵铁树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花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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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给你泡泡脚 好 哎呀 真舒服 微微啊 辛苦你了啊 应该的 微微啊 嗯 你觉得 少诚这孩子怎么样 这孩子 不不不 我是说少诚这孩子挺好的 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奶奶 你们是不是 我不懂 没有啊 我们都住在一起的 真的吗 嗯 那好 既然这样 那你们平时说话 为什么那么客气呢 嗯 奶奶 这 这 这个 微微啊 奶奶跟你说 这男人啊 你就是要主动出击 特别是少诚 成这样的闷乎乱 你别看他 平时冷着个脸 对女人爱打不理的 其实处久了 他的心可热乎着呢 嗯 奶奶知道 你们是相亲认识的 没有感情基础 女孩子有顾虑 也是正常 可是你们都相处一段时间了 对他你应该也有所了解了吧 与其等他主动出击 你还不如 勇敢点 扑到他身上 救命 现在两老年人都这么吵吗 说的都是什么胡老之词啊 奶奶 我 我 时候不早了 你们还不睡啊 奶奶 我我先去休息了啊 好 去吧去吧 累了吧 嗯 奶奶 晚安 嗯 嗯 不好意思啊 没没没 是 是我 是我忘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顾先生 你现在这床还挺软的啊 呃 呸呸呸呸 这么金属蠢话啊 是啊 我也还蛮喜欢的 哈哈哈 奶奶是不是说了很多坏话 这倒是没有 是吗 这可不是她一贯的风格啊 但是奶奶让我大胆 勇敢一点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奶奶还挺粗暴啊 哈哈哈 那你没有被吓到吧 当然没有 我从小就跟姐姐相依为命 姜奶奶这样 倒是让我感受到了家里有长辈是什么感觉 我挺喜欢她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顾家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家人 哦哦 那晚上你就先睡床吧 我还得去工作 你 啊 哎 你怎么 不去睡觉 看着我干嘛 有没有人跟你说 你的眼睛很漂亮 是 是吗 好 谢谢 龙正毫无巨大地跟我说是写的 只怕也只有你将为一个人了 工作的时候就更漂亮了 猴杰也很漂亮 啊 事后不早了 你要不要先去睡啊 你忙完去床上睡吧 啊 哦 我的意思是说 哪有不让霍主睡自己床的道理 而且床那么大 中间隔身应该也可以是 好 嗯 那你先睡 我一会儿忙完了 我就回去 对对对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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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哼哼哼哼哼哼啊 呸哼哼哼哼哼哼哼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 哦 'u'u' emitted my face' 好 没事吧 没事 依我对奶奶的了解 她现在肯定在门口叮你的 我去看一眼 我的乖孙子 你咋去那么早呢 谁还能早得过您啊 早起身体好啊身体好 你们去锻炼了吧 哎好好好我去锻炼了啊 奶奶你干嘛 闷呼噜一个 奶奶那么会说话的人 我这是怎么就 得了这么个不成绩的孙子 我奶奶知道 当年你被人算计 把一个女人送到你床上 从此你对女人有心理防备 这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这事也就我们自己家里人种 你也该 嘘 奶奶 看完了你是不打算戏成诺言了 你要再这样 过两天我送你回老台了 那你问问你自己 奶道你真的不喜欢薇薇 我 好 你不喜欢 奶奶不逼你 奶奶 这就对薇薇去说 奶奶 这就对薇薇去说 奶奶 我又没说不喜欢 你喜欢就喜欢 直说嘛 你一个公司的老种 说话就这么模棱两可的 我喜欢她 我承认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带有目的去结婚的 想糊弄过你 可后来 我慢慢发现了 原来生活可以这么有意思啊 哼 你啊 就口识心扉 再这样下去 有你骨头吃的 有我骨头吃的 您先吃块肉吧 臭小子 哎 哈喽嫂子 好久不见 薇薇啊 这段时间 麻烦你了 奶奶 要去回去了 奶奶 你怎么不再住几天 不啦 奶奶家里的那些花草 总要人帮忙照看 不放心 以后再来打了你们呢 哎呀 哎 可别留了 奶奶那些什么花草啊 可宝贝这呢 这要在平时 那个是亲孙子 这会儿 最批自到利索了 奶奶 那我再送送你 喂喂啊 你在家 好好地休养 我身体养好了 争取明年 给奶奶 抱什么虫孙子 哈哈 奶奶 好好休息 奶奶有我呢 奶奶走了 嗯 拜拜 饭都不吃完 浪费 哈哈 你还笑啊 很好笑是吗 很好笑是吗 您什么意思啊 我喜欢你 什么 没听见 大点声 我是说我要去工作了 起来 她说她喜欢我 哎 客人您好 容容我已经清洗干净了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啊晚上八点是吧 哎哎行好嘞再见 呸呸 飞飞 你怎么来了 你身体恢复好了没有 我没事儿 休息这么久 我人都快发霉了 没事儿就好 你不在这几天 我人没有忙傻了 辛苦了 小姐 哎东生 江维姐 您怎么在这儿 她这几天闲得很 我就叫来一块帮忙了 东生辛苦你了 没事儿江维姐 啊对了 今晚我订了餐厅 您一起来好不好 祝福好吧 是啊薇薇 这小子平常可惊着呢 那就谢谢东生了 没事儿 喂顾先生 哦 我在店里呢 薇薇 你这老公也太年人了吧 刚出门就打电话查稿呀 奶奶说的果然没错 没人看着你 你就不可能在家休息 哪有那么夸张 对了 今天晚上小妍他们约我吃饭 我晚点回来 好吧 需要我接你忙 不用麻烦 我自己能回去 有什么需要你告诉我 拜拜 大少爷 陆总已经安排好了今晚的饭局 到时候会就未来两月的投资项目进行洽谈 知道了 走吧 是 老公 老公 东生 你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 竟然这和我一个样子 江和姐什么时候结婚了 你也没告诉我一声 我说怎么病刚好就赶紧来店里了 原来是给我们吃狗粮的 张小元 啊 说我出院是不是 哎我可没有 哎呀疼 来吃狗粮 吃吃吃吃吃 顾超 这就是我说的临市的二位张总陈总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那咱们就边吃边聊 来请 好谢谢 瓜方好 哎 三位 东生 这儿的菜太贵了我们换一家吃吧 杨伟姐 一顿饭而已 干嘛这么客气点吗 哈哈不好意思 我帮他点 点 就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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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 各来三份 好的 好 我去问一下后处有没有饮成菜饼 好 去吧 张小元 人家东生才刚大学毕业 你点 这么多这么贵的菜不合适啊 放心 他好歹也是个有钱人家小少爷 就这点饭钱还是有的 再说了 你可别心疼他 这小子平时可惊着呢 以为在你面前入肝而已 那还不是因为你老欺负他 所以他才跟你叛逆 啊 我可没有啊 谁欺负他了 真没有家人 真的 啊 太好吃了 好久都没吃得这么满足了 啊 治好了吗 啊 太好了 治好了我送你们回去吧 好 走 走 啊 顾总 这次合作我方期待能够早日强定 啊 啊 啊 哎 哎 没事吧 我扶着你啊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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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好意思 我看错人了 两位放心 后续的合作 我会排行更近的 多谢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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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一块 请 请 走吧 顾先生 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早 晚上你跟谁吃的吧 嗯 你不跟你说过吗 跟小杨 啊 还有他表弟 就是他请我们吃的饭 你那个账单 哦 嘶 把龟头上头了 哦 这样呢 哎呦 顾先生 你怎么突然想想问我这个 晚上我跟客户吃饭 我看到你们了 哦 嗯 嗯 那个小男孩看起来眼神不对 不是我说你这 我说你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人家是小颜的表弟 我一直被他当听弟弟看了 他可没把你当姐姐看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男人的直觉哦 那按你这个意思说 那所有的小男孩老爷爷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男人 我都得离人家远远呢 你偷换盖你 哎 他这么大的人了 可是那个疫情一点不保持距离 你要干嘛 顾先生 你吃醋了 我吃醋 我怎么可能 我是他的醋 我 遵律假的 我信 对 我吃醋了 我是你的老公 我吃醋不应该吗 蒋妹 你记住了 你是有老公的人 我请你保持跟疫情的距离 这一点我不双标 我也同样会做的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 知道 我真是对不起啊顾先生 你刚才的 真是太像小说里的巴刀总裁了 我都被毁出了呢 好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 你怎么和奶奶越来越想了 没这么行 说话小心眼 小心我和奶奶够壮 多了吧你 吃饭累了吧 赶紧休息去吧 我可害得工作 不像某些人 还要和弟弟吃饭 是是是 您赶快看文件 你是你们公司最大的点亮珠 拿着员工的钱干着老板 玩儿再见 赶紧走走啊 辛苦了啊 好 这么早就去上班了 这个好像是顾先生说今天开会要用的文件 也不知道撞不出来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在 该不会是已经在准备开会了 算了 给他送回去 站住 干什么的 我把文件送进去就走 不好意思 没有职工对待货要挺安 我们不能放弃 送在这儿 我老公把今早开会要用的文件落家里了 我送进去就走 送文件 你老公是谁呀 我老公 他名字叫 别打 您住这位是 我知道我知道 您要回房位吧 这位小姐 请问你来公司有什么事 我来送文件 我老公叫顾绍成 送文件 顾总没说这事啊 嗯 我们公司现在不太方便进去 要不这样 我帮你转交 好 那麻烦你了 应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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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绍 公司把项目交给你 你就这样办事 大哥 这真不是我责任 是合作帮林氏换了负责人 你还狡辩 总裁 你如果说的是无关紧要的事 最后给我出去 总裁 是夫人 呃 是有人给你送文件来的 吗 哎哟 诶 是每位大美人对我大哥这么上心呢 继续开会 首先让我们这个课程你到了 пос tú 我天啊 终于搬好了 累死我了 承诶 你说你啊 放完好日子不过 天天要跟我一块开店 干狐狸 我乐意呀 我就喜欢和我家薇薇一起同甘共苦呀 那就谢谢我张大小姐的陪伴呀 所以女人 你打算拿什么包大碗 所以女人 我账还没进完 漂亮姐姐不愿意跟我玩 那我就只能一个人玩手机咯 故事集团豪捐三千万 完善福利院设施 个十百千 不愧是首富顾绍呀 家财万贯不说 难得的是还这么有善心 下面还有写 顾氏每年都在做各种慈善 我以前都没关注这些的 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总是给我推这些新闻 不过这样看来 顾绍也不是特别的冰山男嘛 看人嘛 别总听风就是雨啊 毕竟我们没有跟她近距离相处过 所以也不可能知道她的真实贴心 可惜还是不知道顾绍的一点私人信息 至少有一张照片也是好的 怎么 你想自己去看电影的 能不能融化冰山 别 人家只是八卦家好奇 再说了 顾绍之所以不计女色 是因为她长得轻面鸟牙 令人闻风丧达 行行行 那你自己再多找一找线索 看看她是不是那么的轻面鸟牙 真是个无封放大 你们在聊什么呢 顾先生 我看你来了 我们俩就瞎聊聊 你好张小姐 我来接薇薇一起回家 薇薇 干嘛 正好我们也下班了 你们俩就赶紧回家吧 我还没忙完呢 我都 哎呀交给我呀 这些工作我就把你都干了 毕竟真交一口 哎呀你们俩就赶紧回去过 你俩的二人神经 你发什么神经 不好意思啊 你走了 早上我的手机静音了 不好意思啊 没收到你电话 但是很感谢你送的文件 没关系 而且你不也发微信跟我解释了吧 没耽误你工作长 不耽误 送的很及时 我今早看新闻 说你们故事集团 今年又给市里福利院赚了好多钱 对啊 这么一看 你的那位孤单老板 人还蛮好的 主动为社会做贡献 我夸你老板你在高兴什么 你夸我老板 我为什么不能高兴啊 再说了 你不是对故事啊 不感兴趣吗 怎么突然看这些新闻了 还不是想言告诉我的 不然我也不会关注这些 不过啊 我们家小颜最关注的 是你那位顾大老板 正是今年了 为真谈 少看点什么鬼故事 行了 我去洗澡了 顾先生怎么会真的问护他老板 这样看来 顾先生对他那位同性大老 还真是情深意重呢 贵贵 姐 喂 杨姨呢 杨姨这不是去幼儿梁吗 路上给你买了点食物 你说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啥呀 姐不爱吃水果 不爱吃水果 我知道你喜欢吃 但舍不得 做妹妹都不给你买 难不成指望你那老公里买 好啊 对了姐 现在杨姨也上学了 不用你寸步不离的跟着了 你有考虑过出去上班吗 我是想去上班的 可你姐夫说家里得有个人在 你还那么年轻 跟社会脱轨那么久 总归是要回去的 而且你看看 他生了个孩子还没有个小弟 有人在家 要照顾那一大一小 没人在家 又要马不停踢的做家务 师傅你姐夫工作上升期吗 那他哪顾得上这些 上不得台面的事啊 再说了 我这么久没上班 我上班也挣不了多少钱了 什么叫上不得台面 其实你这话也太自情自尽了 没有你好好在家做家庭主妇 他哪能过那么舒服的日子 还有 虽然你脱离社会几年 但你这么聪明 想要再上手肯定亲而易举 那升职加薪不止日可待的事 以后不是这么说自己了 咱俩还是别说了吧 你是不是不敢 不敢我替你说 你想替她说什么呀 姐夫 我姐她 没什么没什么 呦 威威来了呀 怎么没提前打个招呼 姐夫我好给你安排两个硬材 姐夫 你上一天班可真辛苦啊 哈哈 怎么 威威终于理解姐夫不容易了 上一天班上得手都废了 回来衣服都到处乱扔 我老婆愿意伺候 你管得着吗 那个 我饭做好了咱吃饭吧 我刚才听说谁想上班 姐夫 妍威现在已经上学了 我姐想出去上班 没什么问题吧 江凌啊 我想听听你怎么想的 我 嗯 常委 我想去工作 不就是想上班吗 行啊 真的啊 我能去工作了 只要你 把家务都做了 工资按时上交 我管你去做什么 你就是去卖 我老子有意见 你到底在说什么 江凌啊 你成天在家就是做做饭 带带孩子 你还不知足啊 你瞧瞧你现在那个蠢样子 哪个皮包公司会要你 周常委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要没有我姐 你怎么能活得这么舒坦 谁让你直呼老子名字的 没人教你尊敬长辈吗 那也得看是谁 就你这种人 简直就是 喂喂喂喂 吃饭 常委吃饭 还生个病 老子的胃口都被你们摆脱了 周梅 吃饭 吃饭 吃饭没没 怎么了 对不对 你气死我了 什么事啊 我姐夫 喝口水 展开说说 我姐要出去上班 我姐夫她死活不肯 这是什么道理 你姐想工作 你姐夫凭什么不同意 是啊 她试图用羊羊困住我姐 你说她背不背背 我实在是气不哭 令她大吵了一架 她骂你了 嗯 你姐夫这个人平时在外面稀罕挺足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毕命有理呢 不过说来也怪 我姐夫刚开始对我还算挺好的 可是后来突然对我很客气 那种客气里带着一种警惕和忌惮 可能没过多久 就又变成现在这样了 总裁 是属下无能 当初您让我调查周常委联系人那件事 暂时 暂时还没有找到 先查另外一件事情 当年江卫出事的时候 周常委人在哪里 总裁 您是怀疑周常委 可是周常委再怎么说也是她的姐夫 虽然她拿着照片威胁夫人 但是如果那件事是真的话 那兴致可严重得多 我倒希望真相不是这样 毕竟对她来说太残忍了 目前都是猜测 先按我说的做 是 周常委 两个女人没一个屎巷子 有妈生没娘样的东西 啊 你们谁啊 我跟你没有什么仇 四年前你干了什么事你都忘了 四年前 四年前的事 明明只有我和老吴知道 到底是谁要来打我 四年前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看来你还是没长记性 继续打 今天只是让你掌掌教训 惹了不该惹的人 不管过去多久 总能抓到你 走 走 pointing 好 送还 按 抓到了 回家 五次 查察 猪 对 那个人不知道四年前的事 难道是姜薇 绑了哪个大佬 今天来报复我 姜薇啊姜薇 你还真有点手段 我当初真他们后悔 让你住进家里 把老子害成这样 妹妹 姐 妹妹 怎么了这么高兴 我刚收到大公司的面试通知了 真的吗 但你之前不是说不出 我反复想了你说的话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这女人就得有自己的工作 我之前总是围着柴米油盐打转 这猛的一出去 我觉得自己拉了好多 姐 你这么短短的时间内 能得到面试机会 就已经很厉害了 是哪家公司啊 叫陆氏集团 陆氏集团 就是你姐夫 现在上班的公司了 我说怎么那么耳熟呢 姐夫她知道吗 我打算等正式工作再告诉她 这以后我上班挣钱 下班把家务做好 你姐夫也就不说什么了呗 我相信你 你之前工作的时候 业绩一直都很好 这次也一定可以的 姐 你还有什么顾虑呢 威威 话是这么说 我还是有点没心心 你在担心什么 我太久没上班了 这以前的面试经验也都忘了 我现在也不敢跟人说话 说话都觉得有点自卑 这明天面试我有点发怵 那这样吧 明天面试 我陪你吃 明天面试 我陪你吃 真的啊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啊 嗯 好 有你在 我就安心多了 行 那今天店里你也别帮我忙了 你赶快回家准备面试去 好 快 去 去 去 面试 姐 怎么样 虽然提都不是很难 但是 我还是没有很多把握 没事 放心吧 咱们静人是听天命 而且我相信 你一定会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江玲 你来做什么 常伟 我是来 哟 这位大姐 是来面试的吧 面试 好啊江玲 你是翅膀硬了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吧 周常伟 我姐又不是你的副数品 你凭什么经过她的自由 像你这种 成天爬灶台 上着的台面的东西 还想进大公司 你是专门来让我看笑话的是吧 面试如何呀 看你这个样子 连话都说不清楚 姐 不理她 回家 组长 我是说万一 老婆要是真的进入陆氏集团 那咱们两个 放心吧 像他那种黄脸婆 咱们陆氏集团 又不是收容所 怎么可能把工作 交给这样的伙子 也对 也不看看自己一起进几两 只有像我们周组长这样的人才 才可以进入陆氏集团 放宽心 姐 你今天面试表现那么好 一定没问题 虽然这次面试题我都打上了 但我担心你姐夫他 就算他再嚣张 在这种大公司的面试上 我谅他也不敢是什么的 姐 今天去面试了 能买出第一步 这很不错了 怎么样 是哪公司 公司叫陆氏集团 说起来是家大公司 无所谓了 我能得到这次面试机会 已经很开心了 陆向前的公司 喂 顾长 今天去你公司面试的人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江灵的 面试的事 他归人事不管的 我倒是不太关注 江灵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蹭灵车的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如果他 顾长 顾长 你说你怎么对一个女人这么关心呢 而且 这实属是不应该呀 还有上次 你让我帮一个女人的忙 他也姓姓 叫什么 姜薇 你真想知道 席耳共听了 她的妹妹姜薇 是我的老婆 陆总 我耳朵好像换听了 你这个 再重新说一遍 我说 她是我老婆姜薇的亲姐姐 你老婆 不是先婚了 我先说好啊 这件事 你必须保密 让我还一下 首富顾上 女人绝缘体 绝 不声不响的 进屋藏桥了 行了 你认真点 我没骗你 顾长 有什么事 您吩咐 咱们顾长 这好不容易铁书开花 是不是 我这个当朋友的 肯定是一不容易死 脑口说了 如果她能力够的话 不知道陆总 愿不愿意给一个机会啊 我看看啊 姜凌 这个女人 看着还挺朴素的 她之前过错经验还挺丰富 但这儿有一段空窗期是 我也不让你特地去走后门 如果她能力不够的话 你也可以不用给谁面子 但是 我希望 你能给一个重新回到职场的主妇 一个机会 行 那既然 顾少开了进口 那咱们就 试用期间分享 那就谢谢陆总了 请吃饭 可以的 好的谢谢你啊 姐 结果怎么样 薇薇 姐面试通过了 啊 姐 我就说你可以的 薇薇 怎么了 太疼了 我姐的面试通过了 姐 我就说你一定合理的 送费你啊 姐 谢谢妹夫 姐能重返职场 多亏了你 什么时候上岗 说了吗 明天就去 那之后你叫温州长 美在一个公司上吧 不碍事的 姐呢 能有这次机会 一定不会放弃的 姐 你能这么想 妹妹心里很欣慰 妹妹 我的工资明天应该是到账了 你带姐 买借车衣服吧 消费 我还是你想的抽到 我姐她这些年 只顾着家里 都没几套像样的衣服 嗯 真 啊 姐 你要买鹰子去 野性购物 职业女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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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你来这儿买啥呀 好贵呀 你不是要进公司上班了吗 来带你买几套衣服 不用那么麻烦 我有衣服穿 再说了 浪费这钱 姐 你都好几年没出来工作了 家里就算有工装 但那些都老掉牙了 那我把工作过好不就行了吗 把这经历打算干啥呀 进了大公司嘛 住一些总会是好的 我看了 这劲儿就不错 这太短了 你姐夫看见应该不高兴了 这 这怎么就短了 这不挺精神的 正好有个圈 你这一套拿去试试 圈吗 好吧 我 我 这一套太短了 人呢 还干嘛 老贵身材真好 穿什么都滑 可能常委 那是也不看到我是什么 周昌伟 你干什么呢 还干吗 老板身材真好 穿什么都还看 周昌伟 你干什么呢 你额头伤走了 这个女人又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事回去说 大家都看 你不是跟我说公司加班出差吗 哪个公司加班出差是陪女人逛街买衣服啊 哎呀 嫂子 我和周组长就说真巧遇到了 你可不要多心了 当时嫂子怎么会想起来 买这种款式的衣服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周组长不在家 你要去找其他男人呢 明明是你们 够了 要好啊他们回去算 这样 总裁 好像是夫人 又是你这个扫把星了 常委 要不我还是先走吧 没错 不用怕这个黄脸不过 周常委 这些年我姐为你付出所有 你就这么回报她的 大庭广众之下 闹事不嫌丢人了 我就知道 你俩就是上不了台面 我看善目的台面呢 是你们这对狗男女吧 小饼子 又是你害的 老子今天非得教训你 住手 姐夫 你想干嘛 姓顾的 怎么又是你 你怕事还不知道吧 你一心为祸的老婆 现在已经和大老板搞在一起了 周常委 你发什么疯 我怎么会和大老板 不然我这个伤怎么来的 我怎么会知道 姐夫你挨打 只能怪自己惹是生非 怎么怪得了别人 哼 我就说你怎么不生气 原来你就喜欢绿帽子 你俩真他妈天生一对 你说话别太难听了 整天围着个贱女人转 还有一个男人的样子吗 我跟着我老婆天经地义的 不像姐夫 在家对老婆是斤斤计较的 出门给别的女人花旗 倒是很大方 可真有男子气感 你 我已经叫保安了 你要是再不走 小心被赶出去 好 走着瞧 哎 常委你等等我呀 姐没事吧 我去记账 喂喂喂 是我不好 是我真的也没有发现 我事件啊 是周长伟她欺人太甚 我一开始以为她只是不讲道理 对杨阳也算破得去 那谁能想到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被杨阳还那么小 我不想离婚 我不想她像我们一样 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明明是她的错 你为什么非要把错归到自己身上 如果你再忍下去 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杨阳 叫一个小三妈妈吗 你 可以最近 我去门口等你们 谢谢姐 蒋维 如果以后再有什么事情 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明明是他们的错 我站里 我不怕 如果有危险怎么办 好了 我知道了 不过 这个时间 你不应该再上班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 对啊 我是在上班 我跟同事在附近 正好在视察 看到你了 我听说了 这片地产都是故事的产品 郭先生 为什么每次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需要我出现费 你越来越这样 其实我还很怕 你怕什么 我还怕我会越来越依赖你 就没有离不开 只要你需要 我永远都会在 你还挺闲的 还不愤 周常伟 前四个 离婚 这么些年 你连个工作都没有 只知道有手好闲了 你也不看看自己黄脸盆的样子 离了婚谁愿意要你啊 周常伟 没人要我一样的 看样子你跟那个女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吗 都怪我眼瞎 我被你一直用在鼓里 我不就是犯了点男人都犯的错 多大点神 别碰我 我嫌你恶心 江灵 我可是给你台阶下了 你别不识好歹 因为我跟你开玩笑的 这些年 我为了羊羊 我打碎了牙往肚子里 我凭什么要忍着你啊 好 这可是你要离婚的 我就满足你 我倒要看看 没了我 你能养活自己几天 姐 这儿 以后你就把这儿当做自己家 缺什么就告诉我们 啊 薇薇 这段时间麻烦你了 姐发了空气 哎哟 姐 你跟我客气啥 好好休息 别影响上班 嗯 走了 好 好 胡姐少 姐姐怎么样了 刚去休息 晚饭都没吃 既然事已至此 就好好安慰她吧 亏得周常伟 平时一副劳苦功高的样子 一边跟我姐挨着 一边抱怨 挣钱难挣钱苦 搞了半天 牵唇花那小三生上去了 你放心 她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最讨厌的 就是撒谎骗人的人 这次绝对不能原谅她 好了 好了 也是幸亏 现在我姐和她离了婚了 不然我那可怜的姐子 肯定会被她压榨一辈子 可是 可是什么 虽然她俩现在是离了婚了 可她俩又在一家公司上班 我就害怕周常伟那小人 给我姐穿小鞋 这个你可以放心 陆石集团是我的老客户 如果周常伟敢得解决 做什么不好的事的话 我可以让陆石集团的帮位层 帮忙处理 谢谢你安国行商 陆石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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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来 让大家观看小丑吧 襟石集团 张黎是吗 我是 对半请 好 了 江小姐 这是您的工位 好的 麻烦您了 bien 好 这一家公司我真期待 姐 能在这样的地方上班 真了不起 从今天起呢 除了杨阳 我的重心都会放在工作上 好好提升自己的能力 呀 失业情侣心啊 我支持你 江凌 你怎么又来了 我是来上班的 从今天起 我就是陆氏集团的员工了 这里是公司 我姐不来这上班 难道像你们一样 过来考奸情呢 你说谁呢 说你呢 上班 你的面试通过了吗 你放开 不可能 像你这种被养在家里的废物 怎么可能通过我们陆氏集团的面试 就是 依我看 这女人肯定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才进得了公司 怎么 我姐难道只能被你一辈子困在家里 还倒贴着钱给你做保姆吗 你在胡说什么呀 我辛辛苦苦的挣钱养家 你们如此不知道感恩吗 一定是你离了婚不甘心 特地跑来公司闹事的吧 不知感恩 周常伟 我们已经离婚了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 周常伟 我姐这些年给你当牛做马 没问你要青春赔偿就不错了 你们 不许再来打扰她 你这个死丫头 你胡说什么呢 我之前就看这儿子都不对劲 我两个真被我猜中了 姐 她妹子没死 怪不得她老婆 喂喂 走 走 周常伟和小三的照片 怎么会发到公司群了 我到底是谁抱着 抱得这么急 如果周常伟 敢在姐姐做什么不好的事的话 我可以让陆氏集团的方位层 帮忙处理 难道什么故事啊 佳妮 这 不是我 我也不清楚啊 周常伟 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佳妮 佳妮 一定是有人暗算我 一定是你做的好事儿 一定是你做的好事儿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这种行为等于是自作自射 你这个贱人 周常伟 不工作都围着干什么呢 陈经理 您来到镇口 这有个黄脸婆 不知道怎么混进公司的 严重地干扰了我们的工作 赶紧叫保安把他赶出去吧 是吗 不是 经理 我不是 我 行了 少说废话 臭婊子 我好歹是陆氏集团的老员工 就凭你也想斗得过我 周常伟 你被开除了 马上收拾好你的东西 赶紧滚到 马上收拾好你的东西 赶紧滚到 怎么会呢 陈经理 这都是误会 有人要整我 他 一定是他 离了婚不甘心 特地来报复我的 公司已经很明确了 与其再找进口 还不如给自己保留最后一点体面 不是 陈经理 就 就算这是真的 那也是员工的私生活呀 你不能因为这点事 就开 开除员工了 这有点 够吗 没想到 你一个销售组组长 挪走公款 远点耳目的数目还不少 这些年漏下的账 等着法院吧 不是 陈经理 你把他轰到 不是 陈经理 你听我解释啊 陈经理 你们俩 一定是你们俩干的好事 我干什么的 一定有人酸气我 将为信雇的 我一定不会善罢干消的 只要等到我翻盘的那一天 你们让我失去的东西 我会加倍夺回来 张爷啊 至少你以后就清醒了 算他这种人 准活该 你是 我姓陆 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 陆总好 陆总好 原来这就是顾少的隐婚夫人 倒是挺有勇气啊 既然已经是陆市的员工了 那就吸取教训 以后不要再做有损公司形象的事 当然了 如果你在公司受到欺负的话 我也一定不会轻饶他 我一定珍惜机会 不会辜负公司期望 嗯 工作吧 嗯 姐 他人还能好的呗 陆先生 今天我陪我姐去公司入职 果然遇到那周常委闹事 怎么样 这次你没吃回吧 嗯 不过你猜怎么着 我当时都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有人爆出周常委出轨 还有挪用公款的事儿 顾先生 是不是你做的 啊 我思前想后 就是你 因为只有你 认识陆市集团的高层 而且也只有你 会帮我和我姐 只要能让咱姐 没有后顾之忧 安安心心的工作 谁做的又不重要 喝水 谢谢你啊 顾先生 和你在一起之后 所有困难 好像都一人而起了呢 只要你高兴就好了 总裁 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您让我调查了周常委 和周常委同伙的事情 我已经查到了 周常委那个同伙叫做老吴 是当地的小混混 我就要去问市的人 随便劝了几句 他就大差不差的全部供了出来 别磨叽 继续说 四年前 周常委和老吴 谋划实施了一起 贩卖迷奸妇女的事件 事件的受害人正是 总裁夫人姜薇 什么 那件事情居然是他干的 据那个老吴说 他们当时把夫人迷晕 想送给来万城对街商务的大老板 未曾想送错了房间 等夫人再醒来时 已经在了医院 江灵怕夫人知道此事 便没敢报警 周常委也怕暴露 便当没有发生过此事 顾总 据老吴所说 他们当时是把人送到了 城南的万家酒店 就是您经常应酬的那家 我已经确认过 当时 万家酒店 难道 是他 我已经确认过 当时我们也带那家万家酒店应酬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 当年我以为是故意钻起我的女人 是她 所以 顾手 薇薇被姐夫设计 最后阴差阳错的进了我的房间 我应该庆幸 她没有被其他人伤害羞辱 但在当时的她看来 我是不是给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顾手 周常委人呢 周常委被辞退后 她的房产也被抵押了 紧接着人就消失不见了 盼人查他行踪 另外 这件事情必须保密 不许让任何人知道 尤其是薇薇 是 我该怎么告诉江伟 如果她知道了到处那件事情 我们的关系 还能像现在这样吗 姐 好了 薇薇姐就先走了 姐 你们这是 你回来的正好 我姐她说她要搬你出去 美副 这段时间发生了不少事情 麻烦你们了 怎么会啊姐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 我们俩帮你租个房子 姐 你看少成他都这么说了 要不 哎呀 美副 薇薇啊 能有你这样的老公 是她的福气 我呢 就很放心地把她交给你了 姐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跟薇薇是家人 跟你也是家人 嗯 你们这么说呀 姐已经很知足了 我呢 现在也有了工作 打算去洋洋学校旁边租一间房子 这样也方便嘛 好吧 好了 我叫的车到了 就先走了 好吧 那后面 嗯 好吧 嗯 嗯 这段时间发生了好多好多事 如果不是你在 我都不知道自己家怎么办 傻丫头 我们是夫妻嘛 当然要有夫同享 有难同当啊 嗯 谢谢你啊 虽然这话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但是我保证 我说的每一次都是真心的 也不知道周常伟他躲哪去了 周常伟这种人 一辈子不出现才好呢 他一个人干饿事 害得我姐跟杨阳受牵连 现在房子也被拿去抵押 薇薇 嗯 如果啊 我是说如果 嗯 如果有一个人 他因为不得已的事 他伤害到了你 你会原谅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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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原谅 啊 那么元素的嘛 我开玩笑的 啊 嗯 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我 哦 我知道了 你说的有人 说的是你自己 怎么会啊 我说的是我的一个朋友 好吧 但是 这伤不伤害的事 还是不能一概而略 要看着伤害我的人是谁 具体做了什么事 对我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还有对我重不重要 如果是亲近的人的话 还要看事情严不严重 再决定要不要原谅他 嗯 大概就是这样 逛顾着跟你聊天 我忘了我的话要浇水了 哎呀固绍这是怎么了呀 我可没见过我哥这个样子啊 难道是给咱小欺负了 哎够了 是不是公司给你安排的工作还不够多啊 哥 我这可是关心你啊 你可不能做冒丝丑 真和老婆老毛动吗 今天呢 我是要向二位请教一个关于女人的问题 吃错药了吧大哥 没想到 我们顾少平时在商界是叱咤风雨 到了情场 那就是手足无措 这有什么稀奇的 我哥可是出名的女人绝缘体 能遇上我嫂子 那可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哎我说你们俩如果是来笑话我 门在那边慢走不送 不对啊哥 你跟我嫂子结婚了都 你还有什么不能问他的 你还不知道你哥这脾气柄行啊 他要是能开着这两口 他还能是女人绝缘体吗 哈哈哈哈 笑够了没 哎 说吧什么事 我就是想问你嘛 如果一个男人他犯了一个比较麻烦的错误的话 他该怎么跟女人道歉 这就稀奇了 顾家大少爷还有做错事的时候 嘿嘿 这事简单呢 嗯 多说情话 表达爱意 我哥 我哥要是能开了口 还换今天怎么样 顾伟辰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投其所好 爱屋即屋 爱屋即屋投其所好 嗯 嗯 这大题我会 怎么说 比如 嫂子喜欢什么 你就殷勤点 嗯 喜欢花花草草 你就陪她一起买花种花 喜欢猫猫狗狗 就陪她一起养 如果是喜欢睡觉就 画糙里的糙 既然咱们犯了错 那就放下身段 真诚一些 嗯 嗯 哎 这就走了 哎 哎呀 昨晚有一天 哎呀 有你哥请客的时候 向勤哥 你单身走那么久 你聊起来攻略来 还有模有样的 哎呀 当局者迷 旁观者情 我要是入了局 那我还能当清醒的军师吗 嗯 走一看 啊 啊 巫师献殷勤 东生 今天又麻烦你了 我真不知道小妍她没空 还把你抓过来顶上了 没事的姜文姐啊 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 我是说和姜文姐相处的很自在 我知道 谢谢啊 姜文姐 对我来说 你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 我相信对你来说 你也把我当姐姐一样珍惜 对吗 嗯 对 今天辛苦你了 等你姐她拖弯了 我一定让她给你补偿一顿大餐 姜文姐 结婚这么久了 还没见过姐夫 下次吃饭 你们肯定要一起来啊 行啊 等她哪天有空了 我们请你吃饭 嗯 回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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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顾先生 过来 他 哎 贵仔 快 顾先生 你这么来了 我就顺路过来看看 你接我下班那么多次 我都不知道你居然怕小狗 谁说我都不怕他了 我就是 突然被他 吓到了 哈哈 是 你也不怕小狗 是小狗怕你 啊 啊 你是有什么事吗 怎么突然就过来了 现在外面 好像也不是晚上 我没有什么事 我是不是顺路过来看一看 行 腿在你身上 你想去哪都行 投其所好 爱屋即屋 枣子喜欢什么 你就殷勤点 嗯 喜欢花花草草 你就陪他一起买花 种花 喜欢猫猫狗狗 就陪他一起养 我以为那么喜欢狗 我可不能怕他 摸一下就好 对 哎 顾先生 腿有点疼 算了 我还是回家帮你浇花吧 那个 哎 花今天早上已经浇过了 真奇怪 这顾先生 难道是 他刚才脑袋撞到门口 把脑子撞傻了 哥 这夜台几百个字 你都看上午了 唉 难道 有少生气了 你嫂子脾气好得很 敢在我面前说她不好 工作先少了是吧 我错了我闭嘴 您说得对 你就是一个女脑袋 该做的我都做了 她会懂我的心意的 你辈子都有什么用啊 你要当面做 做了还让嫂子知道才行啊 这才曾经感情最有效的方法 熊我熊 哎 或许 我该听听她的意见 哎 哎卑卑 您家顾先生来接你回家了 小点声 老乍家胡子 我自己谈不成恋爱 我替你开心开心还不行嗎 哎呀哎呀 我谈恋爱去了 乖乖乖乖乖 拜拜 走了 拜拜 你先走吧 顾先生 顾先生 嗯 你最近每天都那么辛苦 就好下班 会不会太累 不辛苦啊 顺路而已 我爱事 我还以为 你是特地来接我的 哦 也 不只是顺路而已 我是你老公嘛 接你 是我愿意做的 你怎么那么神奇 嗯 嗯 阿芹那不要忘了记啊 哦 顾先生 顾先生 你是在逗我吧 你学坏了 你傻乎乎 你才傻乎乎 顾先生 怎么了薇薇 吃个饭怎么会要来这种地方 我同事跟我说 这里的鹅干和牛排特别好吃 我想带你来尝一尝 就这种地方一道菜 能吃到饭都会有空 你怕什么 这段饭老公请得起你 我穿成这样会不会很寒酸 老婆 咱们是来吃饭呢 穿得舒舒服服的不就好了吗 走吧 消费去 二位晚上好 你好 下午预约过的 两位我先顾 好了顾先生 请跟我来 好漂亮 啊 后厨送在为二位烹饪食材 请稍等 谢谢 这好高级好漂亮 你喜欢吗 当然喜欢 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去上洗手间 你去我等你 我看厕所上什么样 先生这是您订的玫瑰 请稍等 吴 不好意思啊 没张眼睛啊 妄女人 真真不好意思 别走 哎 先生 不好意思你放开 这首富旗下的高级餐厅 怎么会有你这种 不修蝙蝠的女人出现 这位先生 我穿戴干净整洁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说出 不修蝙蝠这四个字的 这首富旗下的高级餐厅 哪个来的不是穿的 十分隆重 你看看你穿的 小白T都来了 莫不是想来吊金龟絮的吗 天 我不喝醉鬼一般计较 别动 你 别动 妈 痛痛痛 哦 难怪这么嚣张 原来是已经掉到金龟絮了呀 老婆 怎么样 教授您这是 周经理 你看看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赶出去 那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是您 周经理 我们只是来吃饭的每个顾客 我想起你心中 对事实自由定论 这位客人 很抱歉 给您造成这种体验 周经理 我才是你们的VIP客户 你干嘛对他第三下棋啊 老公 我不躲在这儿了 我想回去 好 你出去等我 我去帮你拿包 我相信你知道该的个责 是 顾先生 周经理 干嘛 顾先生 怎么了 威威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事情都解决了 你不用担心 可是我看 刚才那个罪鬼 他不像好惹的样子 还好周经理 愿意站在我们这边 餐厅开门 就是做生意的 他要是连这个都不懂 就不用做生意了 反倒是我 今天 本来想请你吃饭的 被人搞砸了 抱歉 好了 顾先生 还好有你在我身边 只是 我还是觉得在家吃饭更自在心 你刚才的样子 还让我心疼 好了 顾先生 这一切都过去了 威威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什么 没想到那种场所 竟然还有素质 如此低下的人闹事 威威 你没事吧 伤到哪儿了 哎呀 我没什么大问题 放心吧 高档餐厅 能决定的只是收入水平 并不是人品 幸好有顾先生护着你 你要是受伤了 我得心疼死 好了 这不没事儿吗 我可以让别人去见你 我可以让别人去见你 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我骑电动车 坐光交车都可以回去 顾先生 你那边怎么了 顾先生 我离去还有事情 需要忙一下 我先挂了 车马上到 好好的 好的 威威威 你这闪婚老公也太贴心了吧 我一开始还担心你会被骗 现在 我都要嫉妒死你了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这几天天气多变 她一定是担心你上班路上 会被淋雨 平常看着寡言少雨的 这也太有安全感了吧 哎 威威 你看看 是不是那辆车 哎呀 我看看 是吗 应该 就是吧 快走吧 走吧走吧 哎呦 我想起来了 我几个月前蹭了一辆豪车 当时那个人是你 哎 江小姐记性可真好 请先上车吧 我明白了 你 是专职司机 对的 那我之前不小心蹭了那辆保时捷 你雇主该不会扣你工夫 江小姐不必担心 我那位雇主她并没有追责 那她人还蛮好 哎 不要不要不要 这 啊 你谁来了 噓 是我 啊 顾先生 你在家怎么不开灯 噓 跟我走 干嘛呀 到了 上开盐吧 顾先生 这些算是我不常语了 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吗 你说我 在家里你觉得会更自在 所以 我想提前回来准备 所以你让别人去接我 是自己偷偷在准备这些 我是第一次做牛排 要是吃牛排 要是不好吃的话 你不许怪我 是否还会更自在 你不许怪我 你不许怪我 他都要是这样 你不许怪我 可我现在不想吃了 郭先生 文文 我在 一乎 第二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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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三 四 六 五 五 你干嘛 这两天工作必须忙 马上帮他回来了 你记得打门厂所 走了 我 喵 薇薇 我在 早呀薇薇 早 你和你家顾先生 战况激烈呀 薇薇你给我看一眼 谢谢谢谢 找 我这朵母丹 还没见过这一世 伤害人 你再这么欺负人 我真生气了 薇薇 我错了 你可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还有事 要找你帮忙呢 说吧 什么事 还不是我妈 这两天 晚城上流人士 有个商务宴会 她非要叫我去 薇薇 你陪陪我 你陪陪我吗 刚才还说自己要见什么世面 现在一提到要去结识单身一线 你就怂了 好薇薇 你可别取笑我了 你要是不陪我去 人家一个人好可怜的 真好 那以后还取不取笑我 我不取笑你了 谁取笑你 谁是小狗 真知道错了 真知道错了 那好吧 但这是最后一次 好薇薇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到时候咱们俩还是专心当吃货 我一定会替你家孔先生看好你的 说什么傻话呢 给你算 最好了 大哥 奶奶要我跟你好好学经商 你天堡当理之室 还有先情愈止来我这抱怨 看来你也不是很忙啊 林大哥 你给我平平礼 这工作我可吃一天都带不下去了 二少鱼总裁兄弟青山 我这一个外人 行了 郭宜辰 再欺负我的人 我不介意 让你再忙一下 是是是 你是老板说算 哥 关于你是故事掌门人 顾家大少真身份 你究竟打到什么时候向嫂说呢 难不成 要隐瞒一辈子 我觉得 你说得很对 我不能再忙下去了 薇薇 等我回家 就像你坦白我的一切 你说得很对 知道就对了嘛 哥 早点工作完回去 当名的嫂子说清楚 林主任 总裁 两小时后 有个商务会宴 需要您出席一下 重要吗 如果不重要的话 我带大家个出席吧 这样他好脱身 有一些是 今年合作过的老板 还是需要顾总您 出席一下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不爱是 走吧 这不就是之前你带我来人家豪华酒店吗 对呀 这里就是晚成首富们经常来商业聚会的地方 表姐姜薇姐 东商 我一会儿还要和公司应酬 就不和你们一起了啊 去去去 臭小子 平常对她姜薇姐姐那股子热乎劲呢 肯定是上班被消磨了锐气 好啦 您都生正吗 别的办法做 先不管她 我们先去那边看看 姑妈 薇薇 你在这儿先等我会儿 我去跟我姑妈打个账户就过来 就我去生活大致的幸福 还是舒服大致 舒服 哎 你看见了吗 今天首富顾少爷在现场 你怎么知道 今天首富顾少爷在现场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去年她来参加我们集团新年晚宴 去年她来参加我们集团的新年晚宴 我倒是在现场匆匆一批 好帅 咱们这样的身份 能远远的看一眼 就已经很幸运了 不好看好了 过来 过来 顾先生 他是顾水集团的员工 在这儿也算正常 真帅 看他的样子 精神窗 他打招呼他 顾少 东山过来 什么事 小海顾少在这儿 我带你去认识一下 好 好 顾少 张总 我领个东山过来给您敬杯酒 顾少 顾少 喂喂 你怎么会在这儿 江卫姐 顾少 你们认识 东山 你刚叫他什么 顾少 嗯 怎么来叫 所以东升口中说的晚成首富 顾氏集团总裁 就是你 是吗 喂喂 回答我 是或不是 是我 喂喂 所以结婚那么久 你一直在骗我 不算结婚呢 难道在为你试试你 我知道 这件事情是我不对 但保证 你别过来 如果你连身份都隐瞒我的话 你口中的一个字我都不会再信 喂喂 喂喂 东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喂喂 喂喂 顾少少 我知道 我知道 一开始你只是为了让奶奶安心 才选择结婚 这段时间 是我自作多情了 可这段时间 我对你都是真心的 真心? 喂喂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顾先生 顾少 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欺骗 但你还是骗了我这么久 喂喂 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 可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冷漠 我求你了 够了 在你眼里我不过就是一个 漂亮小丑而已 这段时间让我们想想 喂喂 你算什么男人 呃 喂喂你还是喝点饮料吧 你再喝喝多了 别管我心了 哎 真别喝了再喝喝 别管我啊 哎呀 你小心点别摔了 来 来你拿这个唱 拿这个唱 你别管我 哦 好好好 不管你了不管你了 那那我们坐下坐下喝啊 别摔着 哎呦 是不是难受了 哎 多伤了 江维姐她怎么了 哎呀她喝多了呗 我还是第一次见薇薇这么伤心呢 原来她老公真是首富顾少 不过 看她这个样子 我送她回去 好 走江维姐 我们一起把她放下 姜维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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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缩开了 也就过去了 可维为 现在已经不接我电话了 我怕再打扰她的话 她会更讨厌我 那 你问问自己 想和她离婚吗 当然不想 这段时间 我已经习惯了她在我身边 我顾少成了枕边人 这辈子只会是江维 既然已经有了大爱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喂 好好迟到 奶奶 我还有事情 你放心 我一定给薇薇解释清楚 你去吧 薇薇 顾少 您来了 顾少 向我姐她喝多了 不让我们碰她 只能慢慢的联系您来了 薇薇 先进 薇薇 为什么 我们先进来 你是谁啊 老婆 是我 我带你回家 等等 等等 东少 顾少 我知道 我家世背景才干能力都比不上你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 请你以后对姜薇姐好一点 以后也不要再欺骗她 要是再有一次 我就再付出所有以故事为敌 也绝不让她再说一次欺负 不劳你费心了 我不会再骗她的 走了薇薇 哎 董生 我怎么感觉 你刚刚说的话怪怪的呀 因为姜薇和你一样啊 是我最爱的姐姐 我生长了 薇薇 我在 我一直都在 你混蛋 你这个大鸭子 你为什么陪我 为什么 薇薇 对不起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只要你能原谅我 我疼 这不是顾烧城 我怎么会回这儿 薇薇你醒了 薇薇你醒了 小妍 小妍 你怎么来了 昨天我都担心坏了 是你把我送过来的 昨天我们的东西 费了好大电池给你送回来的 我都要担心死了 是早餐吧 谢谢 奇怪 我明明感觉到她在 难道是醉了 出现了幻觉 张小姐 今晚薇薇就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哎 顾先生 哦 顾少 你怎么不等薇薇醒了之后 好好跟她说说呢 薇薇现在 很排斥我 她的身体已经很差了 如果再生气的话 恐怕会更不好 辛苦了 算了 我还是回家帮你浇花吧 这一对真是冤家 哥 你竟然走成好几次了 这样这样 怎么不告诉嫂子 好好说说呢 怎么好好说啊 第一 报警嫂子 第二步 死残难的 告诉嫂子 你顾少诚 只静离不开她 哥 你自己感情不顺 干嘛欺负我呀 总裁 怎么了 今天 临时有个记者会 推了吧 我哥一向不喜欢 在梅林面前抛头露面 应该很清楚的 您哥 今天怎么来撞枪口啊 这次的访谈 是关于福利院 爱心捐助的追踪报道 到时那边会派几名代表儿童来到现场 所以还是需要总裁您 好我知道了 你先好好安顿到场的孩子 是 喂喂 你要不歇会儿吧 只要手上有事情 老夫人就不会万象 顾氏总裁罕见现身 面见福利院儿童 喂喂 你看顾上的表情好冷漠 不过光看他这个样子 很难相信 他居然是个慈善家 不过也是 这看人嘛 不能只看表面 更何况 顾氏的表面 也是个大叔哥呀 向远 你是不是被谁策反了呀 你到这个时候还笑着大叔 这牙齿有时候还咬到舌头呢 我作为你最好的朋友 我不劝和 难道还劝分啊 你去哪儿呀 喂喂 你去哪儿呀 还能定我们三只儿童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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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你怎么还敢来找我啊 都怪你 害我翻了车 这现在身上还腾着呢 既然你被抓了 你知不知道 这些事情的神秘人是谁 咱们现在都剩啥样了 你还问我 你不想胡 我还想胡呢 咱们当初不是把那个姜薇送错房间了吗 你猜一猜 咱们送错到哪个大老板的房间了 是谁 咱们的晚成首富 顾少 不是说这个姓顾的就是一个臭打工了吗 怎么会是顾少呢 你不管了 姜薇 你害的我丢了工作 无家可归 这一次 我一定要给你教训 顾少 张小姐 薇薇呢 薇薇她刚刚出门了 看样子也不太好受 顾少 虽然你骗了薇薇 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你 你现在 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薇薇呀 我是真的很爱她 在我心里 薇薇是唯一的顾太太 那你就不要再悄悄的对她好了 爱一个人 难道不就应该让她清清楚楚的感觉到吗 谢谢你 周昌雷 怎么 今天那个狗东西没跟着你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怎么会在这儿 小贱 你把我害的什么都没了 你以为 我会让你好过吗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老子不怪别人 就怪你这个贱货 老子真的后悔 当初只是把你弄晕了 还他妈阴差阳错的送到了信雇的床上 早知道直接把你卖了 老子也不至于今天这个田地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说 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 你算是让你死个明白 跑 我要看看今天你怎样投出我的手心 去死吧 去死吧 老子上了你们 没事吧 上上 上上 顾少 别动 是属下来吃了 把人带走 处理好 是 走 老爷 没事 不用担心 一点小声 没事的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 还替我倒了一倒 我不是不会跟踪你的 当时 我看你生过气了 我实在放心不下 你放心吧 周常伟 不会出现在你们的面前了 周常伟说 四年前 薇薇 出来跟奶奶说说话 哎 如今这样也好 事情 终究是要知道的 四年前 小程被人算计 上了一个女人的船 因此 她一直跟着你 四年前的那件事 你们都知道 那你们为什么都要买证 我 我又怎么去面对那些伤害的人 难道她就没告诉过你 当年 她是被她的合作伙伴算计 下了药 你和她是一样的 被人算计的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她为什么不可诉 她瞒着你 是怕你再想起 怕引发你 一丝心灵的创伤 当年那件事 让她痛苦不堪 不然 这些年 她对女人 一直有抗拒的心 据说顾少很排斥女人的借鉴 看到那一堆保镖了吗 那些可不是拦坏人的 而是拦女人的 所以当年真的发生了那种事 而我梦里和照片上的男人 就是顾先生 奶奶 我现在心好乱 奶奶的力气 威威 奶奶还是希望你 给小春女子几乎 你痛苦 她也被伤劲了 你痛苦 顾少成 我是不是 应该试着重新信任你 威威 思念前的事情 奶奶告诉你了吧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一直以来 我很怕你会知道 因为对你来说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温暴 可后来当我知道 今天晚上和你 那个男人是我的时候 我也很庆幸 因为你没有被别人欺负 可后来 我也很怕告诉你 我怕你会不喜欢我 因为对你来说 那毕竟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我后来好像失忆了 我知道 好了 现在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周常伟已经漏了 之前的事情 我们就不计较了 你都说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那我们 就好好地过日子吧 谁要跟你好好过日子 你之前拿假身份骗我的事 我还没给你算账呢 算账 那还不是因为你 我 浩德德你怪我干嘛 你忘了 你说过的 我只想过平淡的生活 我不想加入好门 不想嫁给有钱人 如果你是有钱人 我反而不愿意跟你相处 因为我觉得婚姻的本质 本来就是门当后对 我就想找一个跟我条件差不多的 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好 后来你不也没说 我怕你知道我的身份以后 就不想嫁给我了 一开始 我只想平安无事地过下去 可后来 我就不甘心 是做你名义上的丈夫 葳葳 葳葳 姐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回事啊 发生这么大事也不告诉我 姐你放心吧 我没事 都是她 还好有妹夫 要不然我怎么放心你啊 奶奶 一辰 江伟 你会这么起 你听我说 江伟 你所有的顾虑 我都想好了 第一 你可以相信我们股家的人品 宽好待人 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第二 如果你不想嫁给有钱人的话 以后 我可以上一家全部的资产 以后我的工资都给你管 江伟 我爱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你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嫁给我 你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嫁给我